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日,星期四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照例还是给大家分享很好的内容 今天内容呢就非常的劲爆了 我们来到了墨尔本第一富人区啊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就是墨尔本最贵的街道之一啊 要知道呢这个区叫什么名字 我一说的可能了解澳洲的朋友们就知道了 没错就是Turak 那Turak呢夸张到什么程度 整个墨尔本最贵的十条街 Turak就占了一半以上啊 那我现在呢车停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其中一条最贵的街道 那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墨尔本第一富人区 我们会走访好多地方 包括这边的花园购物局以及领事馆 没错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就在第一富人区Turak 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火车站啊 学校啊等等啊都会去走访一下 那今天呢也在照例啊给大家推荐一个七房项目 那我星期一的时候拍了一个靠近海边的七房项目 价格呢是比较低位的对吧 基本上在五六十万这样 那Turak大家都知道肯定是相对比较贵的区 那好在呢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七房别墅项目啊 价格呢是非常非常清明的 那基本上呢是两百多万起价 贵一点的话呢三四百万 总体来讲比起Turak普遍相对较高的一个价位啊 这个价位呢还是很多人可以承受的 那很多人还是会说贵对吧 那两百多万也得一千多万人民币了 但是你想啊一千多万人民币在北上广深 也就买一个三房公寓对吧 那这个价格你在Turak是买一个连排别墅 那还是比较值得的 好了那话不多说啊我们先起步第一站 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抱歉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啊 其他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去拍这个样板房拍展房 但是呢Turak这个区非常非常特殊 很多Turak的房子的开放都是要事先登记 甚至呢有些是要查个人收入的 如果呢收入不到位啊 他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有这个实力买这边的房子 他是不接待的 Turak就这么高了啊 真的就是这样了解的朋友应该也清楚 因为我是一个人嘛 所以呢暂时就没有办法带大家去展房看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问开发商要了展房的视频 以及他1比1的VR的视频资料 这样呢也能给大家看一下成品 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有一个了解 我已经来到了现场 我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项目所在的位置 这块地啊 他的前面是公寓 后面呢是连排别墅 是一块很大的地啊 其实这个位置啊是相当不错的 门口就有电车很方便 而且这边呢离这个购物街啊 学校啊都很近 他目前呢就是一块地 也没有太多可以看的东西啊 大家看这个呢就是连排别墅的拆解图 楼下是车位 然后呢地上是三层 建出来呢还是相当不错 还有City的一个景观 像这个呢就是他公寓的外观啊 同样也是低密度的 这个呢是我问开发商要到的样板房的拍摄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具体的装修标准 是非常高档的 用的厨具呢也是欧洲最顶尖的品牌 看到了 OK现在呢带大家看一下VR的这个效果 进门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锁 然后就是玄关也可以放斜架 之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大开面的厨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厨房间呢非常的宽阔 而且厨具的内容相当之丰富 全套嘎嘎嘎嘎 像这个就是加宽900毫米的炉灶 这边呢还分别有蒸香和烤箱啊 包括微波炉全部都是一应俱全的 像这个呢就是微波炉 这边呢是一个暖箱烤箱以及一个蒸箱 还有咖啡机全部都有了 全部包括 左手边呢是卫生间啊 这边还有Gagana的一个洗碗机 OK我们再移步到客厅区域啊 可以看到呢客厅呢是装有这种烤炉的啊 非常的现代化 整个客厅的面积呢布置也非常合理啊 而且我们看这边的细节 它的厨房上方呢是有加天窗的 这样呢确保了厨房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采光 用的呢肯定是石墓地板了对吧 这么高端的区域毫无疑问的 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客厅 对着外面的一个阳台啊 景观也是非常的漂亮 整体的一个一楼的布置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澳洲的样板房呢可能大家不清楚啊 它展示的呢就只是一个部分 它不会展示一比一全套的一个比例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边呢就是一个客位啊 视频能展现的样板房部分就是这些了 如果要看现场呢我这边可以安排啊 下面我们看看火车站周边 像这个呢就是Turak的一种典型的低密度公寓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观呢很现代化 而且很豪华 所以呢跟一般的公寓不一样 像这类公寓的售价其实是相当昂贵的 一般一套公寓啊都要起码三四百万 甚至五六百万 如果是上面的像这个Payhouse啊 肯定是更贵的 我们看这个住宅区啊 这个住宅区呢叫做Turak Park 它其实呢准确来讲是在Armedell 在Turak隔壁那个区 但因为离火车站非常近嘛 所以呢总体来讲也肯定是属于富人区的这个公寓项目 当时的定价呢也比较贵 开发商呢是澳洲非常有名的Led Lease 也可以说是排名前五的一个开发商了 这种就跟国内的高档住宅小区有点像 我们已经到了Turak的火车站了 这车速还是挺快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两个站台 一号站台二号站台 一边呢是去往西区的 还有呢就是去往更远的东南面海边Franckston Franckston我以后也会拍一下这个视频 因为Franckston这个区啊 它现在这个学校的排名呢在往上窜 而且价格不贵 也算是可以考量的 这里先挖个坑吧 那如果说是火车站呢 说句实话啊就平平无奇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 就是东区东南区这种普通的 比较老的这种火车站 没什么太大看点 两个站台 然后的话现在因为是早上 差不多是九点多 所以呢 上班的高峰已经刚好过去 人也不算特别多啊 看 那我就不下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火车站 给大家看一下 像火车站边上呢 类似于这种高端的密度公寓 还是有一些 那也不会特别多就是了 因为Turak这个区呢太特别了 它是墨尔本最贵最好的一个富人区 所以呢很多的当地的富人啊 看到这种公寓项目 或者是小联台项目都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呢 我们在的是墨尔本第一富人区对吧 那像这种项目呢 肯定价格比一般的这种 独栋别墅要便宜好多 他们就觉得啊 这边如果是这些买家进来了 会拉低整个区的档次啊 这个呢还真不是歧视啊 就是他们公认的 所以呢 像这种低密度的公寓 在Turak其实不多紧 刚好呢 路过一个凉排别墅的项目 给大家看一下 跟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漆房呢 建成以后的效果是很类似的 也是这种超大开面的玻璃 然后呢 内装是比较豪华的 另外呢 外观是现代化的这种设置啊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这种项目呢 在Turak是越来越少了 不要说Turak就是像墨尔本的Hothung啊 Kyu啊这种富人区啊 类似于这样的连排别墅项目也很少 原因刚才已经讲了 不再重复了 就是当地人他们不接受 然后呢项目就批不下来 这边呢是Turak的小学啊 可以看到现在是中午午休时间 操场非常非常热闹 很多很多人啊 这所小学呢是公立的 我们看这个小学的教学楼啊 建于1890年 就是我们说的Heritage Building 历史遗迹建筑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古色古香 这边呢就是整个墨尔本啊 最贵的私校之一 Jelan Grandma 在Turak的学区 那这是一所著名的私校 学费非常非常高啊 那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私校的学费对吧 像中学的话呢 一般一年是三万多一点 那在Turak呢就不一样了 那肯定是要高一截 不然怎么配得上 整个墨尔本最贵富人区的名号呢 对吧 那像这个私校的话 我也查了一下 普通的中学啊 一年的学费已经接近 无限接近五万了 五万澳币一年啊 可见了学费之高 不过 话说回来了 国内的这种贵族学校啊 学费动辄二三十万对吧 这样比较下来 好像也不是那么贵了感觉 OK那我虽然说拍不到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写得很清楚啊 是进来的话都是有这个安全警报系统的 然后呢必须要报告才能进来 要预约的 那我肯定进不去了 所以呢就在这个边缘啊 在校外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我注意到他这边连这个栅栏都种了树梨啊 就保证了一定的一个隐私性 这样呢外来人员根本看不到里面什么样子 这一点就比我刚才路过的这个Turak小学要做的到位的多了 Turak这个富人区呢 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环境特别的优美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园啊 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处 边上还有一个网球场 那在Turak呢公园非常的多 但是要说最著名呢 就是离CBD很近的啊 著名的带湖的这个爱博特公园 以及皇家植物园了 其实呢从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连派别墅项目啊 开过去也就十来分钟 是非常非常近的 那这个呢是我就近找的一个公园啊 叫做王子公园 环境呢也特别特别好 而且呢他边上还有一个游泳池 和刚才我说的这个网球场 以及儿童乐园给大家呢也一并欣赏一下 墨尔本的各个区呢 其实都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室外的儿童乐园啊 不能说规模特别大 但是呢其实是家长送孩子来玩的一个好去处 也是孩子们社交的好去处啊 因为很多孩子呢在周末的时候就会来到这边 这个公园的环境确实是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网球场 这边呢还有带烧烤区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啊 可以在夏天的话来烧烤 OK公园看的差不多了 工作时间呢只有早上的9点到12点 所以时间是非常紧的 一定呢要在网上提前预约好要办的相关事物 这个呢大家要注意 OK我们也来朝圣过了 下面呢就去当地最著名的购物街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维多利亚州 整个墨尔本最出名的休闲购物一条街 叫做Chapel Street 它位于南亚拉 Sauciara 其实呢距离CBD很近啊 三四公里 那从我们今天看的Turak别墅项目这边 开车过来呢也就是十分钟出口的样子 很近的 那事实上呢除了这一条Chapel Street购物街 因为它最热闹最长最出名嘛 那边上的Marvel Road 以及Turak Road 其实都是购物街啊 那像Costeworth这些店呢自然是很多的 很方便 但除此之外呢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边呢 很当地化 很本地化的这些精品的服装店啊 还有像咖啡馆啊 网红店等等 这些呢才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整个Chapel Street的人流啊 已经是挺多的了 因为要知道啊 现在毕竟呢只有上午的11点左右 而且呢毕竟它不是周末吧 所以人不是那么多 那我相信呢随着这个澳洲啊打疫苗的速度越来越快 随着疫情呢慢慢恢复 这边呢也会恢复往日的荣光 Turrock呢有很多这种小资的咖啡馆 刚才就是其中一家 它边上呢是一家购买家具的一个精品店啊 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其实像这样的商店啊 在疫情前呢是更多的 现在呢少了不少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到处都有这种Folice 就是带租的这样的一个标记 但是这边很多的这种有特色的精品店啊 我真的是很喜欢 无论是酒吧也好 还是咖啡馆也好 都是各有特色 像这种服饰店啊 都是当地的品牌 你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 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我最期待的部分啊 来到了第一富人区肯定要看豪宅啊 那我们就去豪宅一条街看看 OK那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Clandon Street啊 之所以选择这条街呢 第一点当然是因为这条街是整个墨尔本 房价最贵的十条街之一啊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街 距离我们今天介绍的联牌别墅项目很近 就650米 那我们看一下周边的房子啊 可以看到真的都是高门大院啊 比如说这一套吧 这一套绝对是一个富豪级的一个住宅 你看光这个门啊就是像庄园一样 而且呢很多truck的房子有什么特点 就是你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房子在哪里 要走一长段的路开进去才能看到 像这种呢都属于是比较普通的了 而且整条街啊大家感觉怎么样 就有点像国内的那种文化街 像我因为是来自上海的嘛 上海有一条街叫做斯南路 斯南路的那种别墅啊也是非常非常贵的 甚至有一些比truck这种好家还要来的贵 也是这种梧桐树啊 然后树影的这种感觉 你看像这个梧桐树真的很漂亮 阳光直射然后斑驳的树影打在地面上 就非常有气氛和氛围 哇这套房子真的太夸张了 这套房子你看它种的这个竹子对吧 作为树梨根本看不到里面 我这边透过缝隐隐隐约约是能看到一些了 哇这个这个太夸张了 我回去查一下这套房子多少钱 我还挺好奇的 那我们不看这套啊 就隔壁的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大家注意到吗 就truck的房子很有特点 它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法式豪宅的一个外观 这样去造 它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当然也有这种法豪 但是主要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一个建法 有这种外地面比较温馨的 也有这种比较豪华的 你看像这套啊 哇要开进去这么远才能看到房子 truck这个区呢 有名到什么程度啊 以前呢 像如果是这种海外游客 来茂尔本游玩呢 其中有一个旅游项目 就是来truck看名人豪宅 这个还挺热门的 很多人愿意花钱就开车 让旅游团带到各个名人的这个豪宅前面去看看 那所以呢 你们跟着我看视频就有福了 不用这样车辆颠簸还要花钱来看 直接就免费的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套也是相当的气派 它的门牌号是56到58 等于是一套房子占了两块地 我真的是太夸张了 这种呢就是典型的经典的法式的一个建筑 但是风格呢非常的独特很漂亮 这边的房子啊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真的是很有特点 就它比起一般的豪宅来说 更加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吧 还有呢 跟大家声明一点啊 就是目前呢 就我个人包括身边朋友的经历来讲啊 澳洲这边生活是非常安全的 并没有所谓的歧视啊 那你说如果是个别人有遇到 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你就不要说澳洲了对吧 在国内一线的大城市 有些本地人还歧视外地人呢 这个是很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这种大规模的歧视现象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 澳洲这边生活绝对是很安全的 这一点呢 可以以我的亲身经义保证 毕竟呢 我在澳洲已经待了第16个年头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下 这边环境真的是相当不错 我有点理解 为什么把逛Turak豪宅区 作为一个旅游项目了 因为真的很治愈啊 虽然说我们看不到那里对吧 但是看看外观啊 看看这些豪宅 都是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这条街的氛围也很好啊 基本上我们看到呢 建筑啊 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呢 就是这种典型的独栋豪宅 然后呢 是比较有艺术气息的 这种欧式的风格 另外一种呢 就是现代化的这种 豪宅也有啊 不过呢 相对来讲啊 我个人更加偏好这种 有艺术气息的 有浓重的历史厚度的 这样的豪宅 那OK 我们看这种啊 这种就是连排别墅了 像在这条街上的连排别墅啊 我相信肯定也是价格不菲的 我们看对面一个公地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别墅啊 那这种风格 其实怎么讲呢 也各有特色吧 只不过我个人更加喜欢啊 有这种历史厚度的 有味道的 有历史沉淀的房子 这种现代化的房子呢 哪里都能看得到 看到这个蓝衣服的了吧 他在抄牌子呢 如果停了时间超过 他就要贴罚单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 就哪怕是在最贵的富人区 路边停的车呢 你看到比较好的也就是BBA了啊 奔驰宝马奥迪也就OK了 那想象中呢 对吧 在国外的富人区停着遍地都是 法拉利啊 宝石捷啊 阿斯顿马丁啊 甚至来布基尼啊等等 并不存在啊 至少在澳洲就是这样 澳洲的富人呢 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低调的 也不会特地去买一个豪车 停在路边 OK那今天的内容呢 到这里也应该告一段落了 通过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对于墨尔本的 最贵的富人区Turak 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也看了周边的种种的设施啊 总体来讲呢 也算是大开眼界 尤其是最后的这个富人街啊 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 那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说你对于澳洲房产 想要了解呢 可以私信联系我 觉得我内容还行呢 点个赞关注一下 这样呢 不会错过我下一期的更新啊 我基本上一周都会更新 至少三期的视频 请大家多多关注 好的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最后呢 送上一个小彩蛋啊 是我今天看到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豪宅 OK 那我们下期见 那我们下期见